政府将在2021年前全面落实电子垃圾管理系统 确保五大类电子产品以环保方式处理 另外,政府也将通过各种途径确保国人有效用水 包括了探讨未来在全国落实自动水表计量系统 以及争取在两年内为全国1万个新预购组屋单位 安装节约用水的智能花洒 我国的每人平均用水量从前年的每天148公升 减少到了去年的143公升 低于公用事业局为2020年定下的147公升的目标 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尚高在国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表示 尽管人均用水量减少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确保可持续的水源供应依旧至关重要 电子垃圾也是 政府本财政年的政策重点课 本地电器零售商今后在提供送货服务时 必须同时提供一对一的电器回收服务 协助消费者更便捷地处理五大类电子垃圾 它们包括冰箱和洗衣机等大型家电 资讯与通信科技器材 太阳能光伏板电池及电灯 这些产品制造的垃圾量占本地电子垃圾量近九成 环境及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炫也表示 食物垃圾再循环取得了良好进展 再循环率过去五年从12%提高到了16% 这方面的努力还将进一步加强 他也澄清在熟食中心实施自动托盘归还系统 和中央清洗碗碟的设施 不会剥夺清洁工人的工作机会 这些措施并不会取代清洁员工 反而使他们更能专注于清理餐作 提高生产力 部长也说政府目前不考虑让公众为塑料袋付费 不过环境及水源部会同企业机构合作 鼓励大家减少使用塑料袋和一次性容器